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19年2月23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异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脑我 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经的华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三十四篇 第一节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主耶稣啊 我要时时称颂你 我有你是救主 是引导世人走异路的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救主耶稣 在释迦舍里 流出宝血 将我追悉君 若不留心 罪在还不期 荣耀归主义 真言 第十八章 第七节 愚昧人的口 自取败坏 他的嘴 是他生命的网罗 愚昧人的口 自取败坏 他的嘴 是他生命的网罗 主耶稣 求你赐给我 实实在在的口 我愿诚心实意地跟随你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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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主宝血 将我追悉君 荣耀归主义 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 一到十四节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殿雨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雨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 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那时 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且 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我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 默契才来到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谨慎 免得被人迷惑 免得我跌倒 主耶稣啊 除你以外 别无拯救 我愿意为天国的福音 做见证 我愿坚定 爱主到底 求主在末日的时候 纪念我 靠耶稣的名 Amen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是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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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